第2次投擲 第2次投擲 一擊成功 18公尺47 加油 真的 楊祈鈺 繼續上場 馬上見鋒 馬上見鋒 投進來的兩翻 太帥了 重心要放低 重心要放低 第2次比賽開始 好強 藍隊還是有戰友相鋒 藍隊慢慢把這個拉過去 小看點 就當輕鬆 看能不能夠 右轉臉是 再兩攻擊 又是藍隊拿下了勝利 八核比賽 藍隊直落2 直落2比0 拿下了三勝兩勝之比賽的勝利 現在紅隊 主要是紅隊裡面場內指向三攻 接著非常的精采 這一次阿樂勇冠三軍 還回山砸死了對手 阿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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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表現得太精采了 比賽時間真的很無失 又接到阿樂 又接到一個球 阿樂 這個球被胡以為可以搶了下來 阿樂的躲避球人生 最輝煌的時刻 接到兩個球 穩穩的 這球比賽打過去 這球比賽打過去 被胡以為來往 這球 青鮮 來最後來青鮮 加油 加油 還好 還好 這球 這球 又殺了 真的是好猛 最後十公尺 在五圍檢檢 吹上來了 吹上來 吹上去 吹上來 後來居上 對 往旋 往旋 維持他的優勢呢 最後的五公尺 三公尺 現在 琪琪 非常的接近 到底誰 飛行 琪琪 紅隊的琪琪 紅隊的琪琪 後來居上 打擊的是第七棒的邱宇辰 打擊的是第七棒的邱宇辰 飛腳 又被芝芝 前殺 芝芝 芝芝 手游擊 這球爆得太扎實了 被扎實了 也是一個五星級 五星級 五星級 五星級的手背美肌 芝芝手游擊 一開始我很納悶 為什麼外男生手游 現在這次展現他的能耐 比利 比利現在已經略為勝出遙遠好了 而且比利的速度非常的快 還在持續的拉長 他們兩個人之間的距離 手續是相當有力的 而且踢足的動作 是情力相當的高的 是 比利呢 是國小游泳隊 台北市自由市第三名的 現在已經是要交棒 對 比利的速度 極速的把距離給拉開 全看點其實速度也不是太慢 對 不過比利真的太強了 比利真的太快了啦 比利今天的表現真的是 哇 這個前推定拿得相當地快 比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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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邱宇辰又超越了 第一次的成績 四米六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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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my God 進步了 我天啊 比利 所以邱宇辰以四米六九的成績 來做計算 好 漂亮 滿冠犬的 再說滿冠犬的 哇 楊晴宇 關鍵的一集 抱著楊晴宇 最後的再見 滿冠犬的一打 紅隊是以12比9 打敗了藍隊 拿下了樂樂棒球的勝利 太令人感動了 太令人感動了 不 M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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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BB